是个小三我当的光明正大 只因我的女友背着我结婚了 甚至给我一张假结婚证让我开心 我在帮柳如烟收拾衣服的时候 竟摸到了一本红色的结婚证 可是我们俩的结婚证都在柜子里啊 我拿出结婚证的时候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结婚证上显示的确实是柳如烟 可是这个结婚证和我们的结婚证好像不一样 而且本子上写的另一个名字是一腾成柳如烟的毒码 于是我急忙拿出我们的结婚证 我们俩的结婚证没有刚戳可是他们俩的确定 我顿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我和柳如烟十年的感情他竟然领两次证 我冷静下来把本子放回来 可能这是柳如烟在和我开玩笑也不一定 明天去民政局问问就知道了 我听着浴室中正在洗澡的柳如烟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柳如烟竟然忘记了关门 我把门打开后听到他正在和谁打电话 你有没有骗过你老公或者叔叔 对面李诗雅的声音顿时变得激昂起来 柳如烟你别吓我你不会出轨了 纪伯达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你别犯傻 柳如烟叹了口气 我知道纪伯达对我确实特别好 可是你知道吗 对方是伊藤诚爱 他那身材和脸过去了那么多年 我还是抵挡不住的 李诗雅沉默了好久 过了好一会才防火开门 柳如烟你这样做我很难帮你说话 你马上都要结婚了 竟然在这个时候出轨还和伊藤诚礼正 就算我是你最好的闺蜜 我也没法站在你这 柳如烟急忙拦住 要挂断电话的李诗雅 诗雅这件事不要告诉 他答我们还要结婚呢 他那么爱我 我不想看到他伤心 我一定要在你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你可不能背叛我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 有些口干舌头 这究竟是真的还是 如烟在故意逗我吗 他是不是想测试 我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我现在有些猛 我喜欢了他十年 他应该不会背叛我吧 我不断在内心欺骗 自己以求得到片刻的安约 但我还是无法平静下来 脑海中全 是我和柳如烟的点点滴滴 老公你怎么在这里坐着快 去洗澡吧 柳如烟穿着浴袍 走了出来推了我一下 我缓过神笑了笑 柳如烟原本想要亲我 我突然下意识地躲开了 他有些茫然怎么了 老公 我压了一声 没事快结婚了 有点激动和紧张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我们走了十年 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确实要好好珍惜 放心吧 老公不管出了什么事 我都会和你结婚的 你一定也一样吧 是试探吗 我有些纠结地看着柳如烟 最终我没有回答 转身去了浴室洗澡 这一次我洗了很久 我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等我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柳如烟已经睡走了 我没有打扰他一个人 躺在了沙发上 第二天醒来 我看着还在熟睡的柳如烟 捏手捏脚地拿走了 我们的结婚证 来到明正去 我把结婚证 递给了工作人员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本结婚证 是在你们这里办理的 工作人员打开 我和柳如烟的结婚证 假的不可能是我们这弄的 你在哪办的证 虽然已经预想过这样的结果 可是当真相到来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忍不住全身发动 我和柳如烟是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都在一个班级 当然还有伊藤成 我们家和伊藤成两家的关系 不错有生意上的往来 所以我们两个也一直都是好兄弟 上学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要巴结我 没别的那时候 我俩的零花钱 确实是别人比不上的 不过伊藤成的魅力要比我更大 小时候的我比较胖还带着眼睛 伊藤成是个瘦高个 那时候经常有高年级的人 欺负我和伊藤成 而柳如烟总是带着一大堆女孩 来保护我们两个 那个时候我就认定了她 她勇敢大方 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甚至为了我和伊藤成 还跟别人打架 原来女孩也可以当英雄 救美中的英雄人 我总是这样想 不过其实我也知道 她主要是为了救伊藤成 高三的时候 伊藤成家和北京某个集团 搭上了关系 于是举家去了北京发展 柳如烟为此伤心了好几个月 那几个月的时间 我一直陪伴在她做 不管她做什么我都陪她 漂流蹦极最刺激的过山车 我以前不敢的项目 为了她我都停下来 尽管每次我都是忍不住 呕吐眼泪汪汪 渐渐的柳如烟走出了阴霾 有一次坐完过山车 我正在垃圾桶旁边吐的时候 柳如烟给我滴了一杯水 纪博达你好傻呀 你明明那么怕 而且吃不消为什么还要陪她 我笑了笑 因为我想让你开心 就这么一句话 柳如烟被我的真心打动了 她竟然在我最春心蒙动的时候 亲了一笑话 我看着她跑开的背影 内心激动乱分 后来我就开始努力减肥认真学习 直到上了大学 我终于减肥成功 也和柳如烟考到了同一个大学 我们也顺理成章 走到了一起成为了男女朋友 十年的时间 相近如滨从没红过你 主要还是我一直容忍她 上个月我要和柳如烟领证 她欣然答应 可是却带我去了一个半证的公司 而不是明证局 柳如烟说这是她朋友的公司 让我们帮忙照顾上 还说他们和明证局 是相通的在他们那里扮演一样 我信以为真就和她领了证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她那个时候就已经和伊藤成领了证 甚至他们都已经结过婚了 为什么为什么她还要拖着我呢 想看我的笑话 还是她也使不得我 我浑浑噩噩噩地走回了家 结果刚打开门 就看到屋里多了一个男人的脾气 不仅如此 还有丢在地上的内衣 我有些恍惚听着我们房间的动静 我悄悄走了过去 里面传来了不可名状的声音 怎么样宝贝 是不是我让你更舒服 这是伊藤成的声音 我不会记错 我们以前是那么好的兄弟啊 可是现在他们却在我们的婚房 在我的床上做苟且之事 柳如烟一边喘息一边大声呼号 老公快点老公你太勇猛了 我感觉大脑一阵刺痛 忍不住想要冲进去 可是理智又让我保持了清醒 伊藤成提到了我 纪伯达应该不会回来吧 万一他发现了怎么办 柳如烟带着有些抱怨的语气 这时候你替他干什么 他公司很忙 这个时候从来不会回来 伊藤成笑的也是 而且我怕什么 我们可是领证 在法律上我们俩才是真夫妻 他就是个假 所以实际上纪伯达 才是第三者对方 柳如烟沉默了一会 伊藤成我不能离开纪伯达 他没了我会负 所以我必须和他结婚 他离不开我 后面的我不想听 这他喵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跟别的男人领证乱搞 还说不能离开我 我离不开他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厚颜无耻 我关上了大门 独自离开了属于我们的这个家 或许还有别的办法 我给丈母娘打个电话 妈您快去我们家看看 如烟今天说不舒服 我公司这边太忙了 没时间回去啊 对了最近有个男的 一直在纠缠他明显心 对对对 把他几个堂兄弟 都带上千万别让他受伤呀 半小时候 我打开了家里的监控 开始欣赏他们的表演 我把家里的密码告诉了丈母娘 他们可以轻松地进入我们家 他们去的时候 也看到了地上的一片狼藉 柳如烟的四个堂兄弟 顿时就挤了 直接踹开了我们房间的门 在看到床上的人不是我之后 他们几个把一腾城 从房间拖了出来 好一阵拳打脚踢 边打边骂 别说看着还挺爽的 至少有人给我出气了 而且一腾城还不敢报警 我就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想让我丈母娘看看 她的好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很快柳如烟 穿着衣服跑了出来 别打了别打了一腾城 你没事吧 看着他们的样子 丈母娘愣住 如烟你在干什么 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柳如烟心疼地安抚着一腾城 骂我和一腾城 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丈母娘一听气的 差点飞过去 她直接甩了柳如烟一巴掌 孽障你就是个孽障呀 你你你让我们技家 怎么和纪伯达交代呀 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多玩意儿 我不管你和他现在就去离婚 你必须嫁给纪伯达 柳如烟捂着脸急忙咬妥 妈我的事您就别管了 我能处理好 而且我会嫁给纪伯达 但我和一腾城的事 你不能告诉他 不然纪伯达肯定会跟我分手 丈母娘也愣走 你非要把我气死不可 你个混账玩意儿 丈母娘突然看向一腾城 然后直接一脚踩向了一腾城的命根子 正中红心那可是高跟鞋 不得不说丈母娘威武 我看得还挺爽的 丈母娘也是个名士里的人 以后也不至于太难看 最后她带着人离开了 一腾城则是捂着命根子疯狂爱好 最后被送去了医院 这件事结束的第三天 一腾城竟然打电话说请我吃饭 这三天内丈母娘和柳如烟都没有提这件事 我也没有多问 我到的时候看着一腾城 走路不自然的样子忍不住笑 黑一腾城这么多年没见你又变帅了 又这脸是怎么回事怎么变成猪头了 见到我的那一刻一腾城有些惊讶 纪伯达你怎么这么瘦了还变帅了 你不会是去韩国做了整形手术 然后切了胃吧 我假装拍了一下她的胳膊 哪有这不是要泡妞吗 所以下定决心减肥了 一腾城被我拍了一巴掌 顿时传来一声猪脚 啊疼死我了 纪伯达你不能轻点了 我假装担心的看着她 你到底怎么了被人打劫了吗 要不要我报警 一腾城连连摇头 没事就是下楼的时候脚滑了躲了下来 我心里偷笑 你在楼梯该换了连少爷都敢滑倒 对了一腾城 我看你朋友圈你结婚了 也不跟兄弟说一声我好随份的钱 一腾城似笑非笑的看着我 刚结婚一个多月这不是刚回来吗 我老婆她比较喜欢吃西餐 我顺便带她来 说起来我老婆真的是个好女人 还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吗 她每次都为我出口 我当然知道还跟她谈了十年的恋爱 我算是知道了怪不得一腾城要约我 原来是想在我面前找从带她 顺便确立她在柳如烟心中的地位 她不停地在我面前夸柳如烟对她多好不好 给她买奢华手表买高定西装 甚至还给她买了豪车别墅 我静静地听着这些钱应该都是我们吧 正好到时候可以一起要红 一腾城见我一直不说话 嘴角勉强勾勒出一丝胡云 纪伯达其实我老婆你应该也 如烟在阵的一腾城口中的那个她呼之欲出时 我瞧见了不远处缓缓走来的人 柳如烟大包小包地走来越走脚步越慢 甚至在看到我的那一刻脸上满是慌乱 像是做错事的小孩怕被大人抓到脚步停顿在哪 他想走我抬手打了个赏指柳如烟我在这 一腾城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转头就飞奔出去扑到了柳如烟的怀疑 却被柳如烟毫不犹豫地推开摔到了地上 柳如烟你干嘛推我疼死了 柳如烟站在原地拎着购物袋的指节都是发白的 一张脸像是在赴死 我想她大概是害怕了 一腾城拉着柳如烟坐到我对面的凳子上 靠在柳如烟的肩膀上得意地冲我逃了个眉 记不答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我老婆柳如烟 你应该不陌生吧嘻嘻 确实不陌生因为从我有记忆的那一刻起 柳如烟就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 我端起面前的咖啡手轻微地颤抖着 我还是做不到面对柳如烟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时 我还能面色如常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我还有事先走了 察觉到我情绪准备失控时 我急忙拎起背包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在我站起身来的那一刻 眼泪就已经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模糊了我的视纪 记不答记不答你别走 柳如烟一路追着我到了电梯口 记不答记不答你听我解释好吗 被柳如烟扯住手的那一刻我转头就给了他一巴掌 你让我听你解释什么 听你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和一同存在一起 为什么要和他领证为什么要和他上床 你他妈你解释的疼吗 我不争气地抹了一把眼泪柳如烟 你他瞄得真不是个东西 记不答你都知道了 柳如烟低着头不敢看我 是我都知道了 知道你早就背着我和他领证了 还忘了说了祝你俩新婚快乐 像是戳到了柳如烟的痛楚一把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记不答别说这种话 柳如烟也意识到自己无话可说只能沉默 记不答你给我一点时间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神都变得坚定起来 我会和伊藤诚离婚的 我会处理好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婚礼无法事 我吃笑出声你看我信吗 不远处急急追来的伊藤诚 听到柳如烟要和他离婚 突然吼起来柳如烟现在连你也要抛弃我了 柳如烟又犹豫了 我推开柳如烟的手放手吧柳如烟 你的选择从来就不是我又何必为难自己 放手对你对我都好 柳如烟缓缓缓松了手 在我即将踏上电梯的那一刻 柳如烟又把我拽了回来 柳如烟红灼烟咬牙切齿季伯达 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 你真就这么狠心要气我运不过 一张结婚证代表不了什么 他束缚不了我对你的爱 像是负气一般 柳如烟捏着我的手腕又紧了三分 季伯达我知道我错 你回来我们还是能回到从前 我气得仰起笑脸 柳如烟认错不是你这样的态度 要低头要诚恳要有具体行动 不是要捏断我的手腕 柳如烟松手了站在扶梯上下去时 我看见钢片上的道理 柳如烟用脚踹向扶梯 用拳头砸向扶梯 一拳一脚无不用力地宣泄着她的脑 走出商场大门石脸上的泪痕被风吹干 心中一直压抑着的躁闷 也被暴雨前的狂风一吹而散 原来释怀真就在一瞬间 台风过境的三天外面 都是翻天覆地刮风下雨 我躲在被子里狂抽鼻涕 我妈气得在我面前拍手打钻 啊这柳如烟什么人啊 婚前出轨她还敢女生 这小丫头骗子是欺负我老鸡家没人 蹬鼻子上脸是吧 我非得找她好好理论一番才是 我爸拍着桌子上的报纸 愤然起身这还理论个什么 直接找上她家去 拎那小丫头骗子来打一顿 什么道理这事 哦我儿子陪了她这么多年 这眼看着就马上结婚了 结果出轨和别人结婚去了 这让我儿子多难过多伤心 我猛抽一把鼻涕 爸妈外面刮台风了 省点心在家看看报纸得了 你儿子没事心里强大得很啊 不至于为这点事 就抹脖子上吊的没那么夸张 我妈把脸凑过来真没事吗 在爸妈面前别憋了该哭就哭 别憋着了一会该憋出病来了 真没事 我把爸妈推出房间关门前 我露出半个脑袋 妈给我安排个相亲呗 第四天台风过去了 我开了辆小皮卡过去准备搬东西 毕竟杂七杂八蛮贵的 当然小皮卡后面 还跟着我两堂哥三表哥 我委婉表示过不用这么暴力 大表哥直接就坐我副驾市场 刚一开门熏天的酒气 就给我逼退了两回 柳如烟手里拿着酒瓶 见到我的那一刻柳如烟两眼放光 一个箭步就来到我面前 纪伯达你终于回来 昨天酒店经理还给我打个电话 婚礼现场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布置好了 菜品样式 宾客名单都发了过来就等你点头确认 还有婚纱店的店员也打个电话过来 在最后试一次婚纱看看 还有那些地方要赶 纪伯达能陪我去看看吗 柳如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像是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 我觉得他大概是喝上了头醉 到能自己骗自己的 柳如烟 我是来收拾东西的 我掏出两份合同拍在他脸上 一份公司股份一份房屋合同 当初柳如烟拒绝家里帮助要自己单朝 我投资他这屋子也是贷款买的 欠款我和他各还一半 还有屋子的装修也要评估对半分 柳如烟捏紧手中的合同 眼中的红雀丝更多了 一定要分得这么轻吗 一定 带着表哥堂哥也是有好处的 三个班行李两个守在我身边 柳如烟拿着合同站在角落 我仔细打量着柳如烟拉他颓废 还有一股隐约的焦躁之气 可分明他要比我大两岁 却在我面前像急了需要被照顾的小孩 鼻梁不够高戴在上面的眼镜 总喜欢往下滑 年近三十脸上依然会冒出痘痘坑坑洼洼 个子不算高踩上高跟鞋 勉强到我肩膀 往日我觉得哪哪都称得上是完美的地方 没了爱人的滤镜后 都在今天暴露无遗 柳如烟其实你很一般 没了我的爱你什么都不是 话落柳如烟抬起头 看向我嘴角不由的抽搐 他把合同签了递到我手上 回了房间掏出了两张揍巴 满是烟味的信尖纸 致欠信三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 我面无表情的叠好信尖 塞回柳如烟的手中 连信你都不看了吗 这么绝情不留余地纪伯达 你是不是早就对我没了感情 柳如烟的眼里有不甘有疑惑 纪伯达到底怎样我们才能回到过去 是不是要我和伊藤城离婚 断干净你才会重新接受我 柳如烟提高了声调情绪激动起来 纪伯达你说话呀 为什么不说话 刚想离我静点的柳如烟 被大表哥轻轻一推 亮掌地摔倒在地 柳如烟你想让我说什么说原谅你吗 我都已经自认倒霉 白白搭上了十年时间 好不容易认清了你 你却还想要把我拽回以前的地狱 我不存也不存 我和你在一起十年 你却转头和伊藤城领证 得到了你当初失去的纯真初恋 现在你又要抛弃你法律意义上的账目 和他离婚选择来 换言之我和当初的伊藤城又有什么趣 不过都是你失而又想负责的东西 我没伊藤城那么傻 我与你之间的问题 也从来不在伊藤城的身上 是我终于认清了你的真面目 无情的人从来都不配得到真情 柳如烟助你好自为之 我拉起最后一张行李箱的干转身进了电梯 最后柳如烟扒着电梯门 哪个女人能不犯错 纪伯达你能保证下一个女人就不会出轨 电梯门盒上的那一瞬间 柳如烟的眼泪从眼眶中流了出来 吓得大表哥急忙捂住我的眼睛 小弟别看是鳄鱼的眼泪 三个月里我都埋头在半人高的文件里 当初给柳如烟签的合同 他签的爽快没看清是股权全额转上给我 曾经并排在一起的办公室被清空坐上了别人 相关的一切都在逐渐淡去 我没在正面见过柳如烟法师伊藤城找到了我 找我借钱伊藤城说柳如烟要和他起诉离婚 他没钱打不了官司 纪博达好歹以前我们朋友一场 你就借我一点钱好不好 我把柳如烟还给你我再也不会和你惨了 我偏向伊藤城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卖了脖子上的金链子 可比低声下气来和我借钱快得多 伊藤城脸色难贪的摘下金链子 叹了口气丢进垃圾桶里假的 柳如烟他根本没送过我什么他也不爱 他爱的人是你 伊藤城说着说着就扑了起来 柳如烟他就是个渣女 他不爱我从一开始就没爱过 我及时伸手制住了伊藤城的话给他一万块 你别再来烦我 伊藤城抿着唇为什么要借我钱 我不稀罕这孩子一出生就在这样破碎的家庭 也不想听到任何有关于柳如烟的事花钱的 收拾好桌子上的文件关灯下 不远处靠在车子旁的苏又烟正提着我爱吃的烧烤 冲我回手 苏又烟是爸妈给安排的相亲对象 人品样貌端正家事也能当互助 爸妈担心我再次受伤 硬生生打听到人家老家祖上才敢介绍给我 两个月我和苏又烟相处下来没有记动只有合适 合适大概就是最好的 我与苏又烟的婚期定在两个月后 日子是两家长辈一起挑的好日子 我和苏又烟都没意见 当初的那件西装也被我转手挂了出去买 奇怪的是居然会有人出了原价八倍的价格 买下那件西服 重新定做婚纱的还是那位老师傅 老师傅见我和苏又烟牵手其入门 拉下老眼近况满意的点点头 这样看起来般配多了吗 车子发动时我才发现原来旁边那辆车里是坐了人的 三月没见的柳如烟压低了帽颜踏在方向盘上 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微微颤抖 原来她还没摘下那没我送她的戒指 不久后楼下前台给了我一封没写明的密封袋 里面有柳如烟起诉离婚成功的法院证 还有厚厚的信件 连着密封袋一起被我丢进了垃圾桶里 做什么的怪我行为呢 婚礼那天又微穿着洁白色的婚纱 几个家里的姐妹正给她扶着去 背后的门就突然被人打开了 柳如烟穿着当初我们一起定下的那套婚纱 出现在我的身后纪伯达别娶她后 我下意识就皱起眉睹 柳如烟别是疯了想在今天闹事 不可能苏佑为我取定 你要是想在今天闹事 我不介意送你进去攻击 柳如烟上前扼住我的手腕纪伯达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十年敢请我求求你 我放不下你真的放不下你 过往的一切我都会赶婚 我也已经和一同成立了 我保证我以后都会对你好的 只对你一个人好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纪伯达我真的求你了别娶她 和柳如烟的激动形成反差的是我的冷漠 冷漠的像是个旁观的局外人 柳如烟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说什么 直接留一言 苏又威急忙赶来挡在我和柳如烟中间 给柳如烟脸上狠狠来了一巴掌 天天惦记着我的老公 柳如烟你一个女人还能有点道德吗 苏又威一巴就给柳如烟脸打肿了 我急忙拉住苏又威的手 摇摇头别别耽误了我们的时间 不值得 我朝着苏又威的小嘴小啄一口 回过神来的柳如烟眼中满是不可知情 纪伯达他打问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所以呢 苏又威躲到一旁看着柳如烟发疯发狂 砸掉了镜子摔断了凳子 在场没有人说话都只是在静静地看着他 忽然苏又威不大不小声地说了句 我知道纪伯达为什么会离开你了 柳如烟猛地回过头来为什么 苏又威示意柳如烟看向满地的狼藉 放心往后的日子我都会好好照顾纪伯达 我和苏又威牵着手走了 只有柳如烟还留在原地待着 婚礼过程很顺利 交换戒指使我瞥见角落出的柳如烟狼狈的躲在那里 敬酒到最后一桌时 柳如烟局促地坐在朋友内圈 大家都面面相聚保持着礼貌和想细节 纪伯达这么多年感情你是什么时候放弄 柳如烟忽忽然起身垮着肩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温出 苏又威下意识就拗住了我的腰 我想了想 大概是我从最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第一选 没了期待自然也就没了失望 只是猛然遭受重击时 我的大脑神经细胞依然会反馈出痛苦 但最后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和苏又威一起越走越远